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昨天收到一位花友的留言 她说她有养文心兰、卡特兰和蝴蝶兰 其中只有蝴蝶兰开花 另外的卡特兰和文心兰不开花 她想知道在养护方面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另外两种不开花 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看看 兰花不开花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兰花不开花的主因是光照、光照、光照 最主要的原因 每一种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不同 比如说这位花友她说她的蝴蝶兰可以开花 文心兰和卡特兰不能开花 那因为蝴蝶兰对光照的需求 是基本上所有兰花里面基本上属于最低的 普通的来说就是明亮的散光就可以 所以室内光照就完全可以让蝴蝶兰开花了 相比而言 文心兰对开花的需求光照就要高一些 卡特兰需求的光照就更高 通常室内的光照尤其是在冬天对文心兰、卡特兰来说稍有不足 应该给一些补光 可以放在非常明亮的蓝窗前 或者呢增加一些光照就是growing lights 增加一点光照呢有助于它开花 或者建议呢在夏天呢把文心兰、卡特兰这类的兰花呢 放到室外稍稍遮阴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光照就多一些 绝大多数兰花呢承受不了全日照 卡特兰呢相对好一些 卡特兰万代兰 在早上和傍晚几个小时的直接光照呢 是非常有助于它的生长的 文心兰呢放在室外的话呢 在遮阴处光照就足够了 这样的话呢就保证它有开花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呢 如果你的兰花不开花呢 你要检查一下它的根 如果它的根好呢 它的株质就比较健康 就容易开花 如果根不好呢 就很难开花 兰花的根呢需要氧气 所以你不管是水培还是用什么直戒 相对来说呢 你的直戒都要比较 相对来说呢大颗粒一点 容易有氧气 就是有空隙 每一个直戒之间呢和根之间呢要有空隙 有氧气 它的根呢就相对长得好一些 如果你的直戒时间过久都烂掉了碎掉了 这样的话呢就有一点像那个土粒状的话 这种情况呢你的根就长不好就会烂掉 如果根不好呢就没有可能开花了 另外呢如果你它在一种直戒像木片呢或者其他直戒里面 如果你浇水过多的话呢 长期的让那个直戒在这个水里面呢 过湿的话呢 就会导致它发霉啊 也会导致烂根 这些都长不好 所以你的花不开你的兰花不开花的如果是光照足够的话呢 检查一下它的根 下面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 必须有新芽 有新长势 有新叶子 才会有能开花 譬如蝴蝶兰吧 一般情况下 蝴蝶兰呢每一年呢至少长一到两片新叶子 它的花感呢就是在这个新叶子下面 通常是两到三片叶子下面长花感 譬如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片两片 这两片叶子的下面有花感 这边也是同样 如果你没有长新叶子的话呢 它就下面也不会长花感的 通常是在新叶子下面两三片叶子的中间长花感 所以的话呢它每年呢有新叶子 每年会长花感出来 如果没有新的长势的话呢 就很难有新的花感长出来 这是这一类型 蝴蝶兰和万代兰呢是这种类型的兰花 它的叶子它是只有单株 叶子呢从顶上长出来 这是它的新长势 New growth 另外一种呢就是像 文心兰和卡特兰呢 它是多株的 它每年呢会从下面的 根的下面长新芽出来 这个新芽呢才有机会开花 以前开过花的老感呢就不会再开花了 每年的新感才能开花 卡特兰呢也是一样 每年的长出来的新感 现在开花感呢一定是它最新的感 这个才有可能开花 老感是不会再开花的了 所以的话呢如果你的兰花呢 没有新的芽长出来的话呢 它当然不会开花 这是这个 基本上来说呢 你的兰花不开花就是这三点的原因 光照 根和它的新芽 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辅助的原因啦 比如说季节性 兰花呢开花都是有季节性的 大多数兰花呢在 生长季节是在夏天 然后呢在秋天冬天或者早春开花 一般的兰花呢是一年开一次 大多数是一年一次 有的一年两次或者多次 像蝴蝶兰的花期呢非常长 其他的兰花呢相对呢短一些 如果是在它的季节有可能开花 如果不在它的花季 当然不会开花 还有呢就是自然或者是人为的刺激 比如说温度啊 比如说光照啊 这些呢也会给兰花呢 有一个刺激促使它长花芽 以上这些呢差不多就是 所有的兰花开花或者不开花的原因啦 如果你的兰花不开花呢 你可以对号入座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